哈囉大家好我是JJ 我一直以來都不是個會體諒人的混蛋 所以當有人在吵戀巨人晚一週播的時候 我是完全無感的 所以在實況的時候跟觀眾聊了這個話題 我好像能稍稍理解大家不滿的點 我覺得蠻有趣的 簡單來說我理解晚一週當然是商業考量 有別的平台花更多錢獨佔一週 這也不是第一次例如咒術迴戰 而台灣人少 就算大家都付費看也算不上個大市場 手遊除外台灣手遊課金排行榜算很前面的 但以一個消費者的角度來看 以自己的視角來看 我跟其他平台消費者付差不多價格 卻沒辦法在同一週看到 就會對平台代理商感到不滿 我才理解原來是這種相對剝奪感 還有一部分是沒看過原作的動畫檔 會有被劇透的風險 以上是近期的不重要小觀察 分享給跟我一樣不懂人心的混蛋們 接著進一段廣告就開始今天的行方快篇 喵喵喵喵 本期節目由情緒夢天堂展出播出 想看年紀比自己小的女性媽媽 喜歡這種屬性的你是變態嗎 诶那傑哥介紹你個好康的 連日本指標性網站都難得給出 五星好評的母性交纏BIG飛機杯 明明年紀比自己小卻散發著 母性的包容力的鄰居妹妹 緊緊的吃一束交纏不放 大男人也會退化成小嬰兒的瘋狂撒嬌 全方位的摩擦採用柔軟無味的材質 加上由淺到深都咬住你的刺激感 每一個凹凸部位與顆粒走折都精準發揮作用 這有如母愛包覆的完美平衡 讓你爽了一次還要第二次第三次 沒時間了現在馬上進去 我是說進去官網全館結帳輸入折扣碼AJIE 即享有滿千折百的優惠 馬上到情趣蒙天堂體驗滿意出來的母性吧 機動戰士鋼彈水星的魔女 機戰片不太愛看的我唯一全看完的鋼彈是G機動武鬥傳 W小學時看過幾集印象深刻 這個小帥一開口就跟小美說 我要殺了你 天吶女主角要如何應對呢 快來殺了我啊 直接衝擊我小學的心靈 原來大人的世界是這麼複雜的嗎 完全看不懂 這次水星的魔女一改過往風格 從較為輕鬆的校園主題展開 我滿喜歡這樣的做法 熟悉的框架能讓我更好進入狀況 但也能看出故事不僅限於校園 宇宙與地球間的衝突 集團的內鬥都持續在鋪陳 加上由阿蘇比的OP能感覺到鋼彈想開拓星客群的野心 至少以起步來說我覺得方向都很正確 沒有錯 起步 3集最強之難編劇大河內一樓 是否能齁到最後又是個變數 雖然動畫怎麼說都是一個資本與藝術結合的產物 更是複數創作者思想碰撞的結果 劇情暴走要怪大河內一個人實在說不過去 所以我只說大河內常出現在後期暴走的作品中 小太刀也剛好常出現在角色OOC的作品裡 但要說大河內的能力我認為絕對是業界頂尖了 他總能把爆點精準的放在每一集結尾 讓你除了看下一集什麼都不想做 還有戲劇張力超強的人物衝突 那種命運交錯我願為你與世界為敵的浪漫 雖然狗血但有用的橋段大河內真的是老熟啦 他的作品就是愛恨情仇的爆米花大劇 而這次兩位女主角的設計我也相當喜歡 兩人的強刃放在不同地方 蘇萊塔面對戰鬥的自信 米奧個性上不缺的強悍 很好的互補不讓一方過於完美 以及沒想到是蘇萊塔開後宮的展開 嘿嘿還真的是有點意思 而蘇萊塔這種非主流性格會讓人好奇 面對各種狀況他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 也給了觀眾很好的觀看動力 例如第三集最後到明寺跟他求婚 就給了我超大的動力看下一集 好想看他後續的反應 觀眾不一定要喜歡這個角色 但大家會好奇會想看下去 我認為這就是一個蠻成功的角色塑造 至於後期會不會又是熟悉的劇情大暴走 這誰都無法預期 我只能說 這相信大河內一定沒問題吧 順便推薦一下這集大河內有參與的另一部作品 烙印勇士黃金時代篇 這是2012年上映的劇場版三部曲 重新剪輯的TV版 正是烙印勇士最巔峰的段落 再加上這段是整部作品的起點 不需要額外補充其他劇情 非常推薦梅杰出過烙印勇士 這部經典漫畫的觀眾可以看看 前面提到大河內原創作品有開高走低的疑慮 但他寫有原作的動畫 基本上就是去除缺點保留優點 不論是每集歡歡相扣的中毒性 還是戲劇性的台詞挑選都是穩定發揮 加上劇場版等級的製作 各方面都有相當高的品質 雖然烙印勇士我最推薦的絕對是漫畫 但從黃金時代動畫入坑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他來自繁星 請容我用福星小子來講作品名我比較順口 高橋劉美子長篇作品中 我看完的只有相距離刻亂馬二分之一 之前我聊過一位漫畫家 能做出一部長篇連載作品就相當了不起了 甚至能靠這部作品過一輩子 而高橋劉美子真的是長篇漫畫之鬼 他的第一部長篇 福星小子34集單情本 相距離刻15集 亂馬38集 全夜叉56集 進階之輪輝40集 2019年開始連載的MAO 目前有10多集 這無盡的創作力與持續工作的毅力 真的讓人懷疑這是人類能達到的境界嗎 雖然高橋劉美子的作品我不是每一部都喜歡 但他的經典之作亂馬我重看了不少次 可以說是我最喜歡的搞笑漫畫之一 不過福星小子老實說我沒有很喜歡 畢竟是他的第一部長篇加上我是以後來的眼光看待這部作品 看下來肯定有些勞梗了 但福星小子在漫畫時上肯定有他的地位 在1978年就結合了科幻奇幻戀愛喜劇 可想在當年是多麼有趣 也奠定了高橋式喜劇的基礎 簡單來說就是群像喜劇 前期會花不少時間建構角色以及讓新角色登場 後續就是讓不同角色之間碰撞出火花 搞笑方式大多有浮誇被打到天邊的表現 這些在亂馬可以說是玩到了極致 這次的福星小子重製動畫比起看娛樂 我認為更是看懷舊看考古 將是第一集阿仁拿電線桿打阿當 雖然沒有想笑 但卻讓我有一種看古早動畫的懷念感 加上劇情多以單元劇為主 故事進展很慢 對沒接觸過的現代觀眾來說 應該是很難看下去 並不是說老作品翻拍就沒辦法有熱潮 當年99也是動畫開播一路重新熱回來 不過喜劇的表現形勢隨著年代一直在改變 過去流行的喜劇風格不合現代口味其實很正常 但這邊還是要佩服製作公司大威懾 真的是老作品重製第一人 例如99成功重製老粉絲大多滿意 這次福星小子也是符合原作人設風格 並從拉姆舊版深色的綠髮 改成有光澤的淺綠這配色美到不行 加上OP的舞蹈又可愛又性感 老實說我原本完全沒興趣 但動畫完全把拉姆的可愛給展現出來 我真的無法拒絕 試了一下真香 原本漫畫看起來很煩的拉姆 在原畫師的敲手下怎麼變得那麼婆 完全能從畫面感受到製作人員的熱情 可不可以亂麻也給大衛社重製一下 雖然喜劇的部分我可能只當懷舊 但拉姆的部分值得一看 就算沒興趣這香噴噴的OP還是可以欣賞一下 孤獨搖滾 我算滿喜歡看樂團相關題材 這部雖然也是方文社的少女日常系作品 我一段時間算是這類作品實用過量 導致幾年沒看日常翻 這次剛好題材話題性好評率都不錯來看一下 意外的有讓我重回日常翻的樂趣 不過重點應該是這部的笑點很戳我 例如窮到吃草就吃草 這段我直接瘋掉 動畫在笑點的呈現非常用心 角色靈活動作讓通常以吐槽等較為靜態的日式搞笑 變成連帶畫面都能感受到有趣之處 而小孤獨的過度幻想既好笑又讓人覺得這根本就我啊 另外這部演出都有一些很奇特的想法 例如這段廣角配上動作節奏很奇怪的小孤獨呈現出的滑稽感 或是唱悲傷自創曲用真實背景模擬KTV老歌 這種用畫面搞笑的感覺我超喜歡 比起一般日常翻這部的對話也算滿快的 有些泡麵翻因為時間短所以對話要超快 例如停球射 日常翻要呈現悠閒感對話通常比較慢 孤獨搖滾則算中間偏快一點點 角色間的對話除非在動作表演不然間隔都很短 吐槽也都是經典的快一拍進場 對吃慣素食的現代觀眾來說也不會看得很悶 比起日常翻我覺得孤獨搖滾更像是喜劇 而且題材動畫製作都超對我胃口 尤其是樂團表演的動作敢詳細畫出樂器表演的都是狠人 前三集我個人心中滿分 這一季我看得最開心的一部 練劇人到底神不神啊 目前看網路方向大概中間偏好 但應該有不少人期待過高 我自己是覺得有一種包裝跟內容物包反的感覺 我眼中的練劇人是帶有一點折理文藝反插萌的B級片 所以他本體是B級片 亮點是偶爾點綴的折理 例如網路廣為流傳的 喜歡的新聞主播被爆出醜聞後 我就不再看他節目 那女孩沒有變 變得是我的腦子 但動畫的包裝看起來有點反過來 寫生人物動作細膩的背景與光影 牛尾獻服有點非主流卻又襯托氣氛的配樂 沒看過的觀眾一定會覺得 噢Shit這部動畫一定要傳達很重要的意義 但帶給你的是T蛋蛋 一直T蛋蛋 還有超雷士友用光你的衛生紙 謝了藤本術這些棒極了 但漫畫的感覺則是T蛋蛋耍白痴 然後從電視的畫中反思 為甚麼自己能每天吃果醬麵包跟泡澡卻還不滿足呢 並不是哲理文藝帶點B級感不行 而是練劇人本來就沒有那麼文藝很難支撐這樣的氛圍 導致第一次看的人會很期待 欸這不是不是真的要來點甚麼了 再等等 真的要封藥礦也是後面的事 但如果不要看一整集 以單看一段文戲來說 練劇人動畫的文戲表現我覺得比打戲還精彩 我喜歡那種不斷被否定但最後得到認可的場面 例如我因 歐爾麥特是第一個認可綠谷能成為英雄的人 而電視當時的夢想是在正常人眼中微不足道的吃果醬麵包 剛好曾季真無意間的回答命運的連結了兩個人 動畫又把這種情緒更加渲染 我覺得這樣的設計其實蠻有趣的 跟漫畫有一點反過來 藤本素由他獨特的人 他喜歡刻意壓低情緒 不過度表達 彷彿這些是一段不重要的對話 打鬥方面也是 漫畫看起來就是瘋狂濫殺 動畫則像很合理很寫實的在戰鬥 這部分我倒沒特別偏好要寫實戲還是超級戲 雖然跟我腦中的煉巨人不一樣 但動畫的呈現我覺得也很精彩 最後就是真濟蒸的聲優 聽起來很甜美很神秘 因為不是御解聲線 反而增添了一種未知的恐懼 因為跟御奇不同 更有真濟蒸的捉摸不定 你不喜歡沒關係 反正我可以 嗡嗡 整體來說 煉巨人製作我認為已經很頂尖了 我喜歡人物很寫實感的動作 喜歡背景細膩的光影呈現 文系更是發揚藤本的奇妙哲理 不過內外包裝的相反 確實讓這一部沒呈現出他獨特的反差感 以至於看似精彩 卻又平淡 不過這樣的製作品質 我是非常期待後續的表現 但我也不想把動畫檔期待拉太高 總之 啊 別太期待啦 後面就還不錯啦 還可以啦 這一季刑犯什麼神仙打架時尚最強應該不用我多說 這一季我看得最開心的一定是孤獨搖滾 煉巨人當然好 不過因為看過漫畫了 所以對目前的進度期待較低 而給我最多驚喜的當然是水星魔女 不過我想問大家的 不是這一季你最喜歡哪一部 而是回到開頭 你會介意喜歡的動畫玩幾收播嗎 你是會氣到直接去訂閱那個平台 還是佛系 我就等我沒差 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給我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結束了 我是依依 我們下期再見 喵喵喵喵喵喵喵